台湾地域振兴联盟和新北市政府共同举办的 第四届台湾创生年会 9月8号、9月9号这两天将在新北登场 除了以跨为主题 从跨世代、跨文化等面向进行论坛讨论 另外也规划了平邻、乌来等12条三海建学路线 带领各界走访新北特赦社区创生小旅行 第四届台湾地方创生年会将在9月8号、9号登场 新北市政府与台湾地域振兴联盟特别举办记者会 宣布今年首次由新北市担任主办城市 并且首度邀请到日本创生团队来台交流 而本届年会主题为跨 将针对跨世代、跨领域、跨文化、跨越等四大面向举行论坛 开创台湾创生的新契机 我们今年从日本邀请地方创生团队来到台湾 所以是过去的年会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的年会 那届时也希望让日本的团队看到台湾的地方创生做得非常的厉害 不是台湾在学日本 也希望日本也能够来学习台湾的地方创生 年会第二天联盟也商请新北市地方创生团队 规划出乌来、石定、平林等12条山海解决路线 记者会更邀请各团队来到现场展示与行销 我们这一次创生年会也会搭配我们新的游城 除了推广我们在地的特殊的酒香茶之外 我们也结合在地的这些茶点 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在推的是平林的疗育经济 所以你看在河岸野餐啊 然后对疗育经济然后也可以在华SUP 透过清水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平林这边的山水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地方创生就是要让在地人及青年朋友 对互相产生认同感 进而投入地方产业发展 尤其新北市有都会城市与山城渔村 如同台湾缩影 也期待透过这次年会 让全台与新北的创生团队都能大步跨出去 第四届年会票券贩售 从即日起到8月25号 原价2800元 可参加两日年会全程活动 7月7号前购买可享之后500元的早聊优惠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通过iPhone售票系统购买 记者身份成本期新北市采访报道 Sundays Jr. 等待啊 亭已向上 9 5 9 1 0 4 ada